大家好 首先我要恭喜你 就是剛剛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你獲得最佳片劇 我們給點掌聲導演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也想和導演你 聊一下你的入行經過 知道你的背景 其實你在大學是讀中國文學和社會學的 你不是讀電影的 但是為什麼你又會 突然間入了電影圈去做起導演上來呢? 其實我本來讀中國文學和社會學的時候 是沒有想過會做電影 因為我也不太知道導演是做什麼工作 但是在大學的時候 就一直寫小說 我一直以來都希望可以成為作家 但是當時也寫了一些小說 但是沒有什麼人看 所以朋友就說 不如你試一下把其中一個短片小說 改編成一個短片 比如說五分鐘的 那時候很流行的那些微電影 那我想像這樣拍完之後 就可以多一些人 因為緊而了解到我的文字 那我就開始拍了第一條短片 其實就是 可能我兩個人 然後加上相機 然後加上一個演員 我們就這樣拍了第一條短片 在那時候開始 就開始接觸了短片 那拍完第一條之後 因為有了經驗 拍第二條比較容易 但是說第一條 都是自己自私去拍的 那我就認識了鎮石 因為鎮石是我一年 同校過一年的一個同學生 然後他就轉去試了 他曾經讀過抗餘一年 所以我才認識了一些小夥伴 就是拍電影的小夥伴 那我就知道原來有很多分定 是不需要自己用錢去拍的 譬如說 先浪潮 譬如說新導演計劃 譬如說 首部劇情片 這些都是你提供的項目 選中你就不需要自己用錢去拍 那我才知道有這些分定 那我就開始了拍電影 這部都是首部劇情片 對 這部是首部劇情片 那其實呢 也想問一下 其實這部電影 你也看到 除了剛剛提及的聯合監製 李俊石之外 也有關錦鎮導演做你們的監製 還有我看到有張淑萍在做剪接指導 那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想知道你怎麼認識他們 還有他們在整個創作 你的首部長片那段期間 怎樣去協助你呢 嗯 認識關度其實是一個cold call來的 就是我是 本身 拿他的contact是進射給我 因為進射本身認識關度 但是他們都是幾面之緣 有他的電話號碼 他就說 你可以嘗試去找他 因為首部劇情片 你必須要有一個拍過兩部電影以上的人 才能當監製 所以監製是不可以當監製的 那我就 因為我本身已經是很喜歡關度的作品 那我就 真的cold call 去WhatsApp 兼打電話 然後他就看了我的劇本 他是真的 很喜歡我的作品 就是很喜歡我的電影劇本 所以他就 他就ok 那你就可以寫他的名字做監製 那我們就開始了這個合作了 那之後就說宿平 其實就是因為在關度介紹的 關度就是和宿平比較有朋友 然後他就覺得劇本好 他就說 可不可以遞給我的朋友看 那他的朋友就是張宿平 所以在宿平看完劇本之後 他也是很喜歡的 然後關度和我在機緣巧合一次打火鍋的場合 那宿平就說 關度再把這個 這個 新動員要拍電影 如果你有空幫他拍電影 然後宿平就說 拿來就可以了 那所以 就開始了這個合作 和宿平不是定義做 他還做了我們的造型總監 而他是 不是 他不是說助手來看我們的電影 他真的本人 在Fitting 還有在前期我們開會 在Fitting的時候 真的幫我逐個逐個看 每個演員的造型 小朋友 青春成人 等等 他真的是很present 這樣去幫我做整個造型總監 誰知指導也是 他不是有助手演員 他把關 絕對不是 他是本人逐個逐個拍 幫我看 包括我所有的NG片段 所有的東西 我想他看得比我更加仔細 那其實作為一個新導演 第一次拍場面 面對幾位 這麼有資格的前輩 其實有沒有壓力 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壓力是 他們沒有給我壓力 而且我和關道 和宿平的合作 其實是很平等的 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可以暢所欲言 我覺得這個是 他們很大的人間魅力 就是他們沒有一種 由上而下的溝通 從來都是很平等的 從最初 我和關道第一次見面 我們可能坐下來認識 然後聊一聊劇本 我想什麼時候拍 那個關係已經是很友好 就是一個很友好的溝通 我想這個和關道本身 自己的孤獨演出心 他自己是很懂得怎樣 令演員 或者令對方安心 這是他做得很好 一環 那宿平也是 宿平聊天 其實可能因為人家 人家和關道可以可以友善 的很遠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類人 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地 並且對後輩 我那時候還沒拍 我真的沒有人去見關道 但我覺得他們對我的尊重是很大的 他們是真的視我為一個電影師 或者是 我覺得我們的溝通 是真的到第一天到現在 我們的關係都已經一致 都是很安心地去講我所有的想法 真的很好 還有一件事我都很想問導演來的 其實現在近這幾年都有很多新導演出來 大家很多時候都是會自己寫劇本 自己導演 但這次很特別 我們是演了的 其實第一次拍場片 要演又要導演又要編 其實會不會很大難度 還有為什麼你會想自己演 自編自導自演 其實從來都是我自己一直想做的 我在大羊羊場教會的場片之前 其實有三條編編已經是自導自演自編的了 所以我是有足夠的豐富自導自演的經驗 才夠膽跟關道說 我這條長片我也是想自編自導自演的 所以經驗豐富 第二就是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很多人問為什麼你會自編自導自演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想問 為什麼其他導演你們不會想自編自導自演 其實這件事這麼好玩 為什麼你們會不做的 但後來我做完這套之後 我就覺得原來真的挺累的 挺辛苦的 就是我完成了大羊場狗之後 我就覺得可能第一就是已經玩夠了 就是已經有短片到長片 我也試過了 其實試過就差不多 第二就是今次做長片 我覺得很不同 就是譬如永恩和新演員 譬如Chloe就是小圓圓的合作 我覺得到他們的戲 到看到永恩 可能拿新人獎等等 我覺得我作為導演的成就感是很大的 這件事都令我可能下一套 我都會想專注在做導演的方面 好 那想問一下在座 導演在這裡 大家有沒有一些東西看完戲 想和導演分享 或者有些問題想問導演 都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大家不用害羞 可以舉手的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最小的時候 那兩個小朋友 這些選擇 都可以處理 都是我自己選擇的 因為我其實小到 譬如說 同學仔 搶標那幾個同學仔 搶背山到 可能中間 Napley 即是指缺妹妹的 身邊的一個朋友 Catherine等等 其實每一個演員 我都是很質疑 是自己要親自拍攝 我不會被副導演說 我選了一輪才去看 我是由第一回合的視鏡 我一定會在這裡看每一個演員 很有趣可以分享的 其實Chloe 就是演小圓圓的那個小女孩 她本身其實是 卡張佩莎同學仔的角色 她來到試完戲之後 就回去等消息了 但我本身心水的一個小圓圓 就是 因為她始終是一個素人 我本身心儀的是一個素人 她對鏡頭仍然是很僵硬 可能如果有一半年的時間 被她籌備的話 讓她去習慣我可能是成功 但我只剩下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所以我就 不如試試看 有沒有新的演員 將貝山進去選擇 當時我就覺得 Chloe的五官輪廓 和永恩是比較相似的 我就覺得 好像像永恩 比我更重要 因為永恩在中間 才到我 所以我就覺得 Chloe不如來試鏡看看吧 然後Chloe來試鏡的時候 就是那場打電話 她已經是背熟了 並且 情感是非常 和她現在演出其實不一樣的 她的學術能力很強 因為那個換言話是要自學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音樂 她自己聽完自己背 就可以錄回來 但她是沒有家長教她 她是自己收到之後 自己聽自己錄 而且很重要一點 她很喜歡演戲 她很想演這個角色 而不是被人選擇了 不是她從小到大 因為她是參加同星訓練班 即是一個興趣班 所以她本身是想培訓 小朋友的自信 可不可以得體這樣說話 但因為 方而本身已經是想做演員的 我覺得那種心態和 很看得出來的 在表現中 因為她不是說 用來試試 是她很清晰的目標 我想成為一個演員 她到拍完這部戲之後 她也是說 我想成為一個演員 即是 去到大個也好 現在也好 她都會問我下一部戲 有沒有小朋友的角色 適合她 即是她是一個很清晰 自己想要些什麼的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 我是很幸運的 可以遇到Chloe 因為很多人都說 拍小朋友很困難 因為她會聽不明白的說話 但跟Chloe的整個合作 她聽得明白我所有的話語 而且我沒有遷就過她 因為她八歲、九歲小朋友 所以我會怎樣跟她說話 我從來現在這樣跟大家說話 我就是這樣的態度 跟她說話 她的理解能力 她在現場的那個冷靜等等 包括她那些戲 很多時候她是準備充足 她會提醒我 你這個位置 你的三角形 是說要看完 爸爸對下 再看外面 再看媽媽 她是很清晰 她會背到整個劇本之餘 她說她最喜歡這場戲 就是打電話 因為是唯獨那場的對白是最多 她是一個大人星 她是很清晰自己 做什麼 而不是旺運樂樂的 純粹是幸運地被選中 她很清楚 很珍惜這個機會 所以是 我覺得最後呈現出來 小朋友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就是因為 本身我是 真是很幸運 真是開牌前一個星期 才遇到Chloe 好 是否有位觀眾想問 昨天因為我 以我當時好像奏復的 平衡 應該是一群人只能夠拿錢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材 去參加這個競選和 你是不是自己有些故事 或者是另一位 有些故事 可能是一群人 你很想擺這個題材 這個是過去編自我 的段編小說 剛才我自己是 想做作家 所以我一直都要寫段編小說 那我段編小說 有幾篇中 我選了這篇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是親情類的 我覺得 在收穫的成績 你要跟其他人競爭的底下 其實 有點像中學的時候 你作文要拿高分一樣 就是 親情的題材 往往比較能保持平衡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親情的題材 第二 也寫到這個是我半自傳的元素 在裡面 所以當然你說劇情 很多都是可能為了 劇本而推進去創作的 但是 的元素有很多是珍惜的 譬如說是湖南人 我自己也是湖南人 我是妹妹的年紀 五六歲來香港 還有所以演員 所有的湖南話都是我教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 我覺得有一個 自己的親身的感受 也是為什麼我很想自演 因為我已經懂湖南話 我已經不需要再 我已經不可以再能力 再教多一個人 我已經教了全部人 已經用了好多精力 所以這個也是 然後 我為什麼還會選這個劇本 我覺得它比我其他小說 是更加有改編的可能性 譬如我 這個小說其實跟情義 現在的劇本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加了可能妹妹 加了她的外境線 而且她很豐富地 由同年青春成人 都概括到兩姐妹的整個 upbringing 到她為什麼會成為根力的這個人 我覺得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種的題材 當然有相近的 例如 Moonlight也是這樣的成長 但是又是婦女之情 然後又是一個 兩前輩都要確決到 不是有身分認同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她的複雜性 對我來說 因為我剛剛也說了 我是想著 應該會繼續做作家 不會做電影 沒有想過 所以我一直以為自己拍完 其實應該是一個終結 我應該是不會再拍戲 所以我覺得既然要拍 就是拍一個我自己最感興趣 還有我覺得是最複雜 而不會跟別人重複的一個題材 所以就選擇了大羊長狗 不過拍完這部之後 我是很有興趣拍下一部 我是覺得 是好玩的 很想全身投入 做一個全身的美化 其實呢 也想再問導演一個問題 其實不康仁 戲中的男主角不康仁 其實她憑她出色的演技 憑著這部電影 是拿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 最佳男主角和提名金座嘴的 最佳男配角 就想問一下導演 為什麼 你好像跟她不認識的 你為什麼會想到 找她來演一個這樣的角色呢 我也想問一下現場觀眾 因為你們本身認識不認識不康仁 是嗎 因為我真的和大家聊的時候 當時其實我知道她 當然她是我很喜歡的演員 但是我不知道她那麼紅 我是找她 因為她有沒有經理人 她的人很下層 所以我是去到我們拍攝的時候 然後她可能放在Facebook的相片等等 然後我就看到 為什麼會上了新聞 我才知道 原來她知名度是這麼高的 吃個半仔糕都可以上新聞 然後她坐地鐵 然後很多人會圍著她 或者問她可不可以拍照 但因為我前期知道她就是她拍澳門 澳門約我的距離 或者斯卡羅 或者一把青等等 當然她的演技 對我來說是 慕容置疑 但因為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她沒有參與過綜藝節目 所以我對她的印象 永遠都留在角色上 我覺得她把自己演員的身份 保護得很好 是很少演員可以做到的 我當時想找一個說廣東話 是不正的人 所以我一定是從非香港人的身份 去看這些演員 選看人的 很多人都很幸運她選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是一個很低預算的戲 而且我看了斯卡羅的表演 是一個Netflix的影集 她不是男主 她是Netflix的影集 但她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她是一個大男配 她在裡面學了一個外語 叫做排灣話 那個語言 我覺得是難過河南話很多的 但她也是說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她本身 語言的天分應該很強 所以她好河南話和廣東話 對我來說難度應該低 要選一個演員的話 第二就是她在斯卡羅裡面 她是瘦到脫上 我本身嫌她有點太英俊 但我看完斯卡羅裡面的表現 總之我不太知道她是不看人 所以她受得太令我認出的是她 她的造型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演員 可以強到令人完全忘記了她 她本身是一個英俊的話 也挺適合做我這個角色 所以又跟她見面 我覺得見面 網上的見面 最打動我 就是跟這個演員合唱 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為她很真誠 我剛剛入行 但她已經入行十幾年了 但是她跟我的溝通裡面 就是剛剛我說 我跟關島縮平溝通 就是每一個說 由上而下 或者每一個說 我已經拍了十幾年了 我教你 從來沒有 她是一個很真誠 並且是很願意去配合導演 因為她覺得那個劇本是我的 她知道我才有一個好看 我覺得她在第一次演戲很信任我 這個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而且她是一個 知行合一 叫女如一的一個演員 我覺得這個問題 為什麼她的戲可以演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她是一個很誠實 很真誠的一個演員 去到今天 去到我們做宣傳的時候 我跟她的感覺 就好像第一次見面 就是從來沒有什麼變過 我覺得很幸運 我第一次可以遇到一個 這麼好 這麼思量 又這麼好戲的演員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還有 有沒有人想問最後一條問題 帶完人長 我覺得比較像是 每個人都會有這個心態 即是無論是爸爸還是女 我覺得大家都一定會 無論是婦女之情或是感情或是友情 我覺得正常都應該希望她長久 但但願這個字其實我個人是覺得很傷感 比較像是觸破 因為知道人間其實未必可以長久 所以我們最理想的關係當然是希望看到月圓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希望人間可以長久 但就是知道她很難 所以這個只能是一個觸緣 但不能是一個目標 所以很明顯婦女的關係也不能是 很明顯不是長久 但長久的一個定義對我來說 也不是時間上 而是這個人 這個感覺好像Coco的Animation 你有沒有記住這個 或者她對你的感覺的影響 絕對是大於她跟你陪伴的時間 謝謝導演 很開心的導演今天來到我們有個分享會 謝謝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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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導演 大家可以坐在中間或是坐下一點 請導演坐在中間 請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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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請導演 可以坐下來